受惠新冠肺炎疫情缓和,市面气氛改善,加上近月新盘热卖,带动二手楼价及租金企稳。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作报182.52点。按周星0.86%,其中,新界西楼价反弹力度强劲。按周星2.66%,至于中原城市租金指数Cree。 最新报111.61点。按月跌0.26%,CCL报182.52点。按周星0.86%,CCLMAS报183.68点。按周星0.99%,豪宅市道畅旺。楼价继续高位企稳。CCL大型单位,报185.17点。 创17周新高。按周星0.18%,CCL中小型单位,报182.00点。按周星1.00。三大整体指数结束两周连跌。反映5月,美国加息半离的利淡因素已被消化。 预计楼价将于现水平窄幅企稳。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黄良星指出。 赶上路站大型新盘热博。带动新界西楼价结束两周连跌。单周反弹升2.66%。指数最新报171.88点。 创12周新高。升幅45周以来最大。至于新界东报193.34点。 升百分之0.64。同样结束两周连跌。此外,九龙报178.19点。创15周新高。按周星1.65%。 升幅7周最大。连升3周共2.27%。而港岛报185.02点。 周跌百分之1.09。跌幅7周以来最大。此外。最新5月中原城市租金指数Cree最新报111.61点。 按月跌百分之0.26。中原城市大型屋苑租金指数Cree下华市MAS报116.60点。 按月跌百分之0.32。连跌7个月共百分之5.03。 Cree。中小型单位,报113.29点。按月跌百分之0.29。连跌7个月共百分之4.84。 三大整体指数齐创15个月新低。但连续三个月于低位乘幅企稳。 要快将建底。Cree。大型单位,报101.11点。按月未跌百分之0.06。 黄良升族指。楼市好转。在用家需求下。 私人住宅租务市房活跃。同时。整体租金在低位乘幅徘徘。 未有跌穿去年的低位。随着经济稳步复苏。相信租金早已止跌回稳。兼等待上升。 五月各区租任教活跃的成份屋远计。 太古城调整尺租报36.5元。海宜半岛报33.7元。将军澳中心、将军澳豪庭报34.5元。 美肤新村报29.8元。沙田第一城报36.5元。影湾园报24.8元。 江湖山庄报22.7元。